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人生 一起来欢迎嘉莲太平遗难王的林远凯林医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林医师我们就要聊的是关节炎 关节炎我们常常听到 但是大家对关节炎的认识 是不是有一些误区 当然有了 常常有些病人你走进来 关节炎啊 没有他甚至说我有风湿 关节炎跟风湿是两件事对不对 其实是两回事 风湿其实就是一个科目 那人家讲风湿性关节炎 这个是什么 所以讲到关节炎我们要大概分几类 我们大部分的人所谓的关节炎 事实上是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 英文有时候叫DJD 直接骨头的问题 是个磨损的问题 那第二类呢 所谓风湿性关节炎 这又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 你自己的免疫系统 去侵蚀你的关节 关节引起的风湿性关节炎 第三种我们又常常看到 比较多男性生活习惯遗传等等 造成所谓的痛风 这也是关节炎的一种 当然是啦 OK 它是所谓Gouty 英文叫Gouty Arthritis或Gout 那这是一个结晶体形成 所以在你的这个关节的 某一部分造成这个 长久的话造成损伤 造成磨损 造成疼痛 它是一个结晶体 引起的发炎作用 大部分的时候在我们的下肢 手臂 当然也有啦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的大拇指的地方 那个是所谓的第三种 大类 再来呢就是这个所谓 Ankylosing Spondylitis 这个又男性比较多啦 这是遗传的这个脊椎僵硬 性的这个关节炎 那个是跟你的遗传 有直接的关系 是 这样子听起来 如果不管哪一种关节炎得到 是不是治愈的机会就很小 那就要看哪一种啦 不能说少 我们还是讲这个 所谓的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毕竟大部分的人 所谓疼痛的关节炎 是属于这一类 那它是什么引起呢 它就是随着我们的增长 或者这个运动的损伤 或者工作 比如说女人家 做家事 他比较常看到的手指头 男人因为体重的关系 膝盖 膝盖 这个宽骨 这个宽骨的部分 比较常运动员 腰呢 腰是脊椎的问题 对对对 那就不是关节炎 也是关节炎 其实你全身都有关节嘛 两百 对不对 关节那么多 哪一个地方脚趾头 甚至TMJ这些都是关节炎 OK 就是wear and tear 那主要呢 在关节跟关节的这个缝隙中 有囊带 对 会有分泌物来润滑 有软骨 对 那关节炎的形成呢 就是这些软骨退化 不是他发炎呢 对 他就是这些退化 磨损 这个分泌物变长 你的润滑剂变少了以后 变成骨头 跟骨头膜 膜 所以一个很大的区别呢 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 你注意看他的手指头 当然他也会变形 但是他的变形跟这个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人 变形不太一样 第一呢 基本上是变粗 骨头 关节变粗 对 整个所有的骨头变粗 那变粗以后呢 当然也会扭曲变形 逢湿性关节炎的人 他的骨头变细 他是一个寝食性的 OK 我们就讲这两样就好 他是个寝食性的 所以你的骨头 被你自己的这些 这些抗体 免疫系统 被他寝食掉 所以骨头越来越细 细到一个 它会有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这个 典型的这个变形 医生基本上一看就知道了 看就会知道了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得到了 所谓退化性关节炎 那当然我不是说他治不好 但是我觉得他的维护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他等于是你的行动 都要靠这些关节 没有错 那在照顾跟治疗上应该怎么办 OK 第一 强化你的肌肉 那就更要运动了 意思是 从某个方面不能不运动 要强化你的肌肉 我们就拿我们的这个膝盖 做例子 你如果好好的都是站着 站着的时候 你的体重就是 负担都在膝盖上 基本上我记得这个在物理上 大概也是五倍的一个承担 如果你一百磅的时候 你膝盖 是承担五百磅的这个重量 包括低心引力 那你可想这个几十年下来 他承担的力量多大 谁能帮他分担这个力量呢 自己 你的腿肌 肌肉如果够的话 你够的话 你那个膝盖承受的负担就会减少 所以要锻炼肌肉 按照你意思讲 其实年轻就要开始锻炼 没有错 适当的锻炼 过度的磨损 当然也是造成他的损失 我们看多少美国这种 美式足球的球员 二十几岁 需要换这个关节 你每个人肌肉不是都那么粗大吗 但是他的运动量太大了 甚至一再的被撞击损伤 这些都是造成他的 当然都是他的原因 那这个也无可避免 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要第一 让我们还是老话一句 保持我们这个身体最好的状况 还是要适当的运动 不能过度的损伤他 这个是个前提 那真的发生呢 该销炎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销炎 要来销炎就对了 用销炎 这个医生要拿捏 也不要自己乱弄 因为弄不好会伤胃伤肾 都是会引起的 大家为了保护关节 常常市面上有一些所谓 保护关节的所谓的营养品 保健品 保健品 那林医师会建议大家 选择优质的来考量 我想这个见能见智 在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 这个古焦 什么这个 你可能都比较知道 这些 这些比如说 Move free 这些东西 我想是见能见智 有的人确实觉得 他有帮忙 那大概一般来讲 无妨 但是我不能确确的 用科学的证据 所以说你吃那个 一定有帮助 一定对你会有帮助 最重要还是要靠自身 是的 像林医师建议的 就是说 适度的锻炼自己的肌肉 对 然后不要过度的去 使用自己的关节 造成这样的伤害 才不会有发生关节炎的状况 减少它发生 减少它发生的这个机会就对了 因为有时候 我病人也会问我 吃什么 吃什么食物吃 对 比如说 你甚至说吃猪脚 什么东西 他会不会 七行补行 我想要吃到 真正对你帮忙 可能你造成 可能要造成你其他身体的负担 对 似可而止 其实我觉得还是 做适当的运动 对 这个是前提 对 不要给自己的关节 有太大的压力 对 然后量力而为 对 不要用错力 用错关 伤到的关节 那真的伤到一个程度 需要吃药 需要怎么治疗 物疗 甚至最后要换关节 这都是跟医生 要一起评估的事 没错 最终我们搞清楚了 原来关节有这么多种 不要老是觉得自己就是风湿 我得风湿 或者我是这个得到了通风 还是找到医生 做最好的询问 对 该治疗的时候就治疗 谢谢林医师 谢谢 谢谢 你走 嘿